兩年來往美國東部城市紐約和波士頓之間的通勤列車發生傷狀意外 事件導致60人受傷 事發後有關當局連夜進行調查 事發地點接近康列迪克州的布里奇波特市 蓋是位於紐約市外東北部 當局說傷者當中有五個人傷勢較重 其中一名傷者傷勢非常嚴重 當局正在調查事故起因 與地區通勤列車使用同一段火車路軌的 美國全國鐵路客運公司 Amtrak 已宣布 暫停紐約與波士頓之間的鐵路服務 直至另行通告為止